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到了今天是二十一年的日子 二十一在我个人眼睛里其实是非常特别的数字 有人说什么意思 三个七 有人说三个七为什么特别 在道家的说法 三魂七魄是这么来的 人们说的三魂七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真实 包括了三 三魂就是天地人 七魄就是金木水火土加日月 金木水火土加生日月 日月就是一天 白天跟黑夜嘞 对吧 就是阴阳 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了这 我们人能生活的环境当中的物质的一切 所以七的定数既是天 既是时间 又是人 赖以生存 能够延续过来的 就是人的生命能够延续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人的生命有三层 天 地 人 三魂七魄 这是我想说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数字 那回到今天 720 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 法轮功传出28年 天上28星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时间 语言很低 数字高过语言 而人们以年作为真正定数的计算 比如说 什么意思 你爹死了 叫天年 对不对 这是定数的 为什么叫天年呀 这一圈结束了 对不对 到时间就结束 那是定数 所以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在今天的年代 在当今的年代中 其实所有人都是机会 而这一份的机会就看你的选择 我以为就是看你的选择了 那人们选择什么 你就从他的行为中可以看到 中国在半壁江山遭大水 习近平到现在不露面 在常委开会 那都胡说八道 没用的那东西 狗屁那是 他是火命 他的命中巨大的火 叫四柱之火 而且是虚火 但共产党是火龙 所以他打死他 他也不露面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五行太低了 但是呢 水可是天水 在五行中 金木水火土中 水的境界能够通上去 万物都是水 水是万物的本源 所以水灭中 水灭火 水灭中共 那是天意来的 马上有篇报道 这是一个计时的报道了 他说洞庭湖全面进入超警戒状态 三峡最快明天迎来第三轮洪水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概述了 第二轮洪水是7月18号出现的 进入到整个进入 从这个重庆 就是四川的上游 长江的上游 进入了这个三峡库区 从7月18号早晨8点 他录得的数字到晚上18点 一共10个小时 每秒钟进入三峡水库 6.1万立方米 6.1万立方米 他把6个 他是6个是10个 泄洪闸全都打开 每秒下往外排 大概是3.3 其中呢 他可能最紧急的时候 他排到了 每秒钟4万立方米 当他排下 每秒钟4万立方米的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 武汉泥昌等等这些地方 全都淹掉 他超过3.5 当他的排水量超过3.5的时候 他的中游地区就经受不了这么大的水了 就要挖开 把坝挖开 所以鄱阳湖 洞庭湖 沿岸的包括安徽 沿岸的很多泄洪区 全都给炸掉了 九江全都淹了 什么意思 他只保武汉 跟长江三峡大坝 别的全都不要 所以今天的大坝 不是一个真正产生作用的 完全是今天的负担 完全是今天中共的命 就是说他的命拴在了三峡大坝上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蓝红 那都是骗人的 超过了3.5的泄洪量 下面就武汉就危险了 而说这是谁说的 这是当年黄万里说的 黄万里是中国的水利专家的首席 是中国的地质部部长 他持续的水 你就会看到就是他每秒钟6.1万立方米 进入三峡库区吗 三峡库区从宜昌一直到重庆600公里 宽度只有一公里 所以太大的降水下来 水往上倒灌 你就看到了重庆被淹 有人说山城怎么会淹 是他是山城了 但是从山的两侧都是大到暴雨 水下来之后 长江的水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多水 就往上顶 所以朝天门被淹了 黄万里当时就这么讲 这就是三峡 这是真正三峡 他现在说的是明天21号 将来到第三轮的大水 同期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同时大到暴雨 所以贯穿了包括湖南 湖北 安徽 浙江江苏 都有今天的南京 快成了水底 要成王吧 他说在太湖里有一个什么 这个酒店 酒店是半圆的 那个很美了 在太湖边上 结果现在把酒店大概淹了十层 所以划船进酒店 如果你进去的话 那我都不知道 他他里头应该那个灯啊 电啊 全都完蛋了 因为他本来是个是个鸡蛋型的 他现在出咔嚓 淹了差点一半 所以上下加上那个 下边的那个水里面的暗影呢 就成了一个圆 酒店一半在水底下 在太湖里头 一半在上头 你不是王吧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他下游地区同样是这么一样的 专家回答三峡大坝的质疑 BBC写的 这篇文章不咋地 我说他不咋地的原因就是 太多的人站在了一种 现代的知识的角度去说 我看过这个专家的答复 还是什么千年一遇 万年一遇 万年一遇那是猴 对不对 你得问问那个 那个北京的山顶洞人 说当时有多大的水 万年不遇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说 万年不遇 当初一万年前的时候 地壳可不是现在这样 所以胡说的很科学 胡说的很相信 胡说的很科学 很相信 一万年前 大陆的技巧 欧亚板块跟太平洋板块 印度洋板块 根本就不是现在这样 一万年前 那北美大陆跟欧亚大陆 是连成一体的 没有南极 南极跟澳大利亚大陆 是连在一体的 你信不信 还吹牛皮呢 中共官媒承认 三峡大坝 位移 渗流 跟变形 19号的报道 新华社 他在报数着 6.1万立方米的时候 他承认 位移渗流 跟变形 今天居住在德国的 王卫洛 中国的水利专家 三峡大坝的时候 他曾经参与过 他就提出质疑说 到底大坝的下面 位移了多少 肾瘤有多严重 他不提了 那如果新华社 这么报的话 就有着一种 推卸责任在其中 习近平何时露面 他太怕水了 江泽民当年 1998年露面很早 他是只蛤蟆 江泽民露面的时候 就是曾庆红陪着 他是只螃蟹 所以在宜昌 在宜昌当初 2015年挖出来的是 一只蛤蟆 一只螃蟹 是镇江用的 镇长江用的 每个东西 每个石头有 大概十吨左右 所以他当初 他是 我到现在都跟大家讲 他是个人 就是当初 骤王是个人 周边全是妖精 那这个人呢 他就这德行 天下就塑造了 这么一个毒夫 毒夫的意思 连他的亲朋好友 家人都立他而去 这就叫毒夫了 但偏偏他的命是火命 那江泽民是蛤蟆 曾庆红是螃蟹 那共产党是火命 那一对一的人 他就死在妖精手里 他完全毁在妖精手里 原因就是跟着水有关 跟着一切万物都有关 我刚才说了 水是天水 自己呢 曾经学过 自己知道的 在教诲下知道 那水可以贯穿 无尽的生命高度 火不是 只有水 所以水是天水 今天 是天灭中共的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